全国际机场连外捷运系统建设计划 CU-02施工标 主办机关交互部高速铁路工程局捷运工程处 建造单位台湾市西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厂商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订定安全卫生多岛管理机制 安全卫生制度计划及实施与落实 安全执行及联合机场制 安全卫生绩效机合及系统评估改善 PDCP安全管理循环机制执行施工安卫 遵守安全纪律 提升公安文化 重视生命价值 台北市新河新村新建工程 主办机关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 建造单位玉台生建筑师事务所 施工厂商中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落实一机三证管制施工 检查记录督导改善 督促乘商落实防护工作 确保卫生安全 安全卫生管理执行计划 定期召开施工会报 敦期牧林协助新河国小上下课交通指挥 工地现场落实6S管理 维护工地及室外环境清洁 台中生活圈2号线东段 台中生活圈4号线北段 与平面延伸段及大理联络道工程 第C709B标草活物封段 主办机关交通部台湾区国道新建工程局 建造单位台湾市西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厂商龙大银件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案设计阶段工法选择 减少上部结构量体提升施工安全 建造单位施工安全风险管理 监督劳安查核计划之执行 厂车施工架安全风险管理 施工作业平台系统化 提供劳工安全作业环境 缩短高空作业时间 环岛铁路整体系统安全提升计划 商路站跨站市站房新建工程图件部分 主办机关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台中公务段 建造单位张鸿昌建筑师事务所 施工厂商深都营造工程有限公司 电车停车位置北移 错开工区降低风险 铁路营运与工程定计 监督召开教育训练 夜间施工断电封锁确认 配合光田医院进行机救训练 改辆夹整围离 提高旅客安全行车监控 每日监督呈商巡视 三高防止作业 平日监督正重 话9 可整理